黃石黃的低頭尋絲 是用塑膠彩和雙頭筆畫的作品 畫在兩塊大小雙筒 垂直合併的回收架絲木板上 直到高25厘米、闊18厘米 描繪一個男子坐在樹冠一條枝幹上的情景 樹冠起點在作品的左下方 有四條分枝 分別往12點、1點、2點、3點方向伸延 差不多覆蓋整幅畫作的三分之二 滋幹粗壯 畫家以木板的原木色和木紋作為滋幹的主色 以粗有筆一的黑色雙頭筆 勾勒滋幹的外形 密集的樹皮橫紋 圓形的小樹洞 樹上枝葉不多 在1點和2點的樹幹上 掌有十幾塊深型的大樹葉 翠綠色、蜜落分明 樹幹上也有深淺綠色的藤蔓 和點點紅花 樹葉及藤蔓都以塑膠彩繪畫 質感厚重、配添立體感 一位男子坐在3點中方向的橫枝上 在畫面的右下方 藥漸畫作的四分一 他側身向右 腰向下彎 身體向前微傾 頭垂下 雙腿張開 圓垂在半空中 手臂放在大腿上 男子有烏黑短髮 穿黑色波鞋 揹著黑色背囊 他的短袖T恤、長褲 保留木板的原木色及木紋 男人沒有五官 十指重疊 似在低頭沉絲 畫作背景填滿顏色 左邊木板塗上白色 右邊是彩藍 遠方有一個矮樹松 在畫面下方兩塊木板併接位置 筆觸較朦朧 小樹松深淺綠色 有點點檸檬黃、紅色點綴 畫家王石王是環保藝術家 近年喜歡用回收架絲木板 舊順風作畫 他認為這是舊物生命的一個延續 同時也希望觀眾通過他的畫作 思考人與環境、大自然的關係